大家好 这期节目呢也很有意思 就是英国首相并归民众怒烧5G激战 中国是希望华为挺住 那么到底这个事情该怎么去发展 该怎么去走 那么我们来一块再聊聊这个事情 现在呢就说是英国首相住进了ICU 然后英国现在处在真正的危机时刻 因为这个现在他确诊十天以后 他住进ICU 住进ICU以后 这个存活率好像就是50% 那就是或者是活或者是死 那么这个时候 英国的老百姓愤怒了呀 他开始在利物浦 伯明汉等地开始烧这个5G激战 那么烧激战它代表着什么呢 就是排华嘛 就是要跟你中共割裂 不愿意用你这个东西 就是代表着这样一股势力嘛 实际英国当时啊 要用这个华为5G的时候 国内反对的声音就很大 川普也一再地警告你 你不能用这些邪恶国家的东西 他一旦卡着你的脖子 你将会很难受 那时候有一些党派的人不相信 那么这次疫情 为什么说把中共的底裤都包了呢 你看你一个小小的口罩 你就想卡脖子 对不对 一说话就是你们还要不要中国的口罩 法国向他求助于一个口罩 那直接就是那你要把我们的5G放进去 那就是一赤裸裸的要挟 那你要挟也可以 我现在也比较急 急着救命啊 你给我一个好东西呗 结果你拿去的这些东西 全都是不合格的 还是假货 这是害人的 那个传的一个视频是欧洲一个 讲什么语言的我听不懂 那个美丽餐的那个防护服啊 那连纸都不入 穿都穿不到身上 穿上去一震就烂 换一套一穿 还是烂了 那就是用那个最薄最薄的那种布 我都不知道 哎呀你搞那些事情是干啥呢 你这是救命的东西啊 所以英国的这个老百姓 也是借着这个事啊 把这个愤怒给发泄出来了 那当然他这些发泄 他不光是对中国人 他可能也对他们的政府 有一种怨气 你把这个邪恶的东西引到了英国 多少人都不建议这样弄 你们那个政府还这样去做 老百姓也是非常生气 前两天英国也牵头嘛 就是这个G7 G7国家 他牵头说要起诉这个中国政府 让中国政府赔偿四万亿美元 这才是一个开头 那么现在你看 把这个英国百姓的这个情绪也给煽动起来了 所以到现在我真是担心在全球掀起一股排华浪潮 哎 这个没办法 自作你也不可活嘛 那咋办呢 现在你中共政府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已经可以说跟这个全世界为敌了 包括昨天江太空的那期节目 我说的是川普的律师决定以一级谋杀罪 起诉中共政权 实际很多人也是持肯定意见的 因为你的这个行为是 你能预见到造成国外那么大的人员的死亡 你连一个警示都不给 你还有这种假的信息欺骗对方 给对方做出一种错误的提示 才造成了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后果吧 后果出现以后 你不但没有一个积极的态度 你还到处甩锅 又拿那种救灾物资要挟别人 而且你是拿假冒救灾物资去要挟别人 那你说你让别人怎么不反感你的 昨天我就说了 那个英国首相住院 你中国都应该祈祷他不要死 现在包里斯还没有死呢 英国人就烧你的5G基站 如果后面包里斯死了 你想想西方国家社会 怎么来看待你中国的 英国不是没有朋友的 你不要觉得英国是跟朝鲜那样一个垃圾国家 那可不是的 是全世界英语都是通用语言 全世界多少国家用的都是英国的法律 对不对 英国的文化对全世界影响是很大的 真是有些我想 也正是因为这种 本来这个经济是很差的 就说是就没有经过这个 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 然后他突然给搭上了全球化这样一般快车 一下给 报复起来了 所以飘飘然 他就没有一个 这个没法说 这个好像就是一个穷人突然报复一样 他都不所事从 肆无忌惮 什么事情都敢干 那你到现在不是自觉后路吗 这个是前面 这个是前面我们是站了一个 比较公正的角度 客观的角度来评论这个事 那么我们看国内咋评的 这个就太有意思了 国内说 这些英国人是脑残 他们传说的是 5G可以传播这个肺炎 所以要把5G给烧了 然后呢还说是 英国有一个医学博士 说呢 这个武汉是全球首个 商用5G的城市 也是全球第一个大爆发 这个疫情的城市 非洲没有5G 所以非洲没有感染者 所以你这个病毒是5G带来的 电缆可以传染这个病毒 哎呀等等的 就把这个英国人啊 说的特别蠢 谈些事 把现在的英国人呢 就看起了100年前的义和团 所以你看当年义和团的人 就是巴扬人的铁路 砍别人的电线杆 现在英国人干的事情 跟义和团干的是一样的 也是超别的激战 等等的 哎呀说了很多 很有意思 现在就翻过来了 整个语论就是 英国人就是义和团 中国是被欺负的 你看老共这个宣传 确实很厉害 然后呢 现在又警告英国人 你5G的信号塔 你能烧掉 但是华为你毁不掉 但是你自己可以破坏 英国人的生活 如果你不及时制止 无疑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然后还有一种声音说 你既然有本事 不用华为的武器 你也别用中国的呼吸机嘛 也别用中国的口罩嘛 那就是一种妖娴嘛 还是那种东西吧 现在这个事情啊 也很难办 直接按我来说 到这个时候 就是中国这个事儿 你不要这样去说这个事儿啊 可能还好一点 如果说英国这样做了 而且 双方没有一个坐下来谈 把这个事情压下去的态度 把这个火越烧越旺 然后别的欧洲国家 跟进怎么办 都开始 跟进这种活动 激进的活动 怎么办 这个火一旦煽起来 实际 我认为对这个世界 破坏是非常大的 中共已经把这个调起来了 那现在如果说 中共是一个锐智的政府 这个朝廷里头 还有几个能人的话 确实应该想一些办法 先把这件事情安抚住 然后我们再好好再谈 如果说 他继续这样去走 那你就是跟这个 国际社会 彻底割裂 那就是脱钩嘛 也许 每次讲到这块 我都在想 也许这个事情 就是习近平希望出现的 他就希望发展到这一步 把国内百姓的这个火呀 也扇起来 扇的那个跟义和团 跟红卫兵一样 对外产生一种 打倒美帝 打倒西方列强 等等这种 这种仇恨情绪 煽动起来 然后借着这个事 跟世界脱钩 闭关锁国 然后把你这帮韭菜一圈 继续搞社会主义 我想是不是 他本来就是这样策划的 所以这个事情 才能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 要不然的话 你就是让人想不通了 对不对 你从这个疫情一开始 到这后面这个 疫情的这个 现在这个程度 就整个这个操作是太 觉得太那个啥了 你不管再怎么说 我觉得最基本的一点 你一个商业诚信 你的保证 你产品质量都搞合格 你把那个东西 又搞成一个汉人的东西 又产生了次生灾害 最后把这个老外的情绪 全都给你宣泄出来 现在发现到了 你的5G头上 那你怎么说 所以这种事呢 都是现实现报吧 以前在国内 一愁热就砸别人日本车 一愁美就砸别人麦当劳 砸人家肯德基 好现在好了吧 这一排华 还是烧你5G 这都是现实现报 那是中国古话说 原家一劫不一劫 那你现在是 数数数的 你虽然撒了那么多币 但是你竖了更多的敌人 你把老百姓 也彻底的得罪了 有些人是看清楚的 可能不说吧 但是还是有很多五毛 我相信会跟着他们的 那咱们就看吧 咱真正的把日子 再回到那个时候 再看吧 咱们从那个六七十年代 走过来的人 特别是经过五六七 这三十年 中国那种折腾的人 难道你真正认为他好吗 也许一些红卫兵 可能认为他好 当时多牛逼呀 想打死人就打死人 对不对 那个女儿 你看那个介绍 十三四岁一个小女孩 直接拿皮带抽死一个老师 你说那厉不厉害 多少人当造反派的时候 也是很风光的呀 对不对 江泰公还有一个朋友 他母亲当时十九岁 夺权就当了一个市的市委书记 那你想想 那个多疯狂 我还认识一个老哥 当时是一个造反派的 猛得很 当时都是骑着摩托 一边一把二十小 现在说起来都是 熊九九七二二的 那种气概 是有人得意的 但是你 更多的人 在那个时候 你活得有尊严没有 你们这些粉红战狼 在这么亢奋的时候 去想过这些事情没有 万一这些事情 落到你的头上 那可能就是你这一代人 甚至你的下一代人 可能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 好吧 就这样吧 现在已经弄成这了 我们再看吧 那现在跟英国已经是 现在我们就 祈祷咱们这个英国首相 鲍利斯不要去世 安全康复吧 看他康复以后 能不能跟中共谈成一个 妥协的处理的方案 如果鲍利斯再死去 那这个事情就不好说了 因为鲍利斯是群众选上去了 他底下是由一帮 这个支持他的人 可不是像中共这样 夺权上去了 那是不一样的 好吧 这期就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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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